大家好,我是胡佩胖子 现在是年初四啊 马上晚上11点多 应该马上就要银财城了 我上海这边比较安静 我估计其他地区的话 应该已经炮足声音非常大了 我今天呢做一期视频 聊一下就是关于古钱币 我对于2020年的一些 就是钱币品种的一些看法 还在2021年我玩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所见过的 就是让我比较惊诧的一些价格的一些钱币 首先来聊第一个品种 就是大观哲食 我刚认识的时候 玩钱币没多久 就知道有大观哲食这个品种 当时的感觉呢 这个东西大概就是2000多块钱 2500 2600 我买到最便宜的大观哲食呢 应该是1000块钱一个 买了就是说四个大观哲食 当中有两个是带零标的 然后是两个是正常的 然后大观哲二 大观哲三也都卖到了 哲三是一个带零标的 最后那个带零标的卖了840 然后带那个就是说零标的一个大 大观哲食呢 卖了一个400多块钱吧 就是说漏列的大观 差不多就品价还正常的 能卖个四五百块钱 然后大自版的话能卖到700多 就是我完了之后 后面啊 就是后期 我对就是大观哲食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判断 然后呢 当中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一开始我买85分公勃的大观哲食 基本上2000以下是看不到的 一直要到2300 2400 2500才能买得到 后来呢 我差不多是买过一个1850的公勃的大观哲食 是在咸云上面买的 应该是一个广多的网友 帮他的一个朋友卖的 所以价格呢 比较低 当时我看到第一时间我就把它买掉了 是1850 这是我买到的最便宜的85分的大观哲食 我82分的 我买过1000多的 80分的 我反正就那一批里面拿了两个嘛 都比较便宜 我卖了1200 82分的那一个北京公勃的 卖了1650 所以说我对大观哲食的看法就是 现在大观哲食的 就是说普通版 跟那个就是大字版之间的价格差价 已经拉开了 有一千来块钱 实际上这个价格差 我觉得后面可能还会变得更大一点 因为其实大字版相对而言 还是比较少的 概率的话 差不多100个大观哲食里面 只有两个是大字版 所以我觉得大观哲食不用去 就是说收藏 他不用说是想着说 我要去把六个品种全部都收齐 我其实只需要收一个品种就可以了 就是说收那个稀少的 就是大观哲食的话 你就收大字版 其他的版不要碰 这样的话 你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想变现的时候 相对它也是比较容易变现的 像我那个大观哲食 就是85分的 有人给我看过3500 有人开过3600 有人开过3800 基本上就是能看到4000左右的样子 就是我能看到4000左右的样子 就是说大观哲食 现在当然有很多人可能卖的不到这个价 但是85分和85分之间 它还有一个差别的嘛 有的85分的状态好一些 有的85分的状态差一些 我觉得我那个85分状态是相对比较好的 如果是有关系的 可能去供博打8890都好打了 就属于那种挑不出毛病的85分 所以是我的观点是卖个4000块钱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我对大观的一些看法 也对未来市场的一些看法 而且大观我整体感觉到过年的时候 价格是回升了的 因为我过年的时候 一个裸币的一个大观则是卖了2100块钱 裸币就是这个币说白了 品相一般般嘛 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大毛病 但是呢也不是说多漂亮 就很正常 秀呢有一点花花的 不是很好看的那种啊 也没有特色 就是一个普通的大观则石 如果有关系呢 能打个85分嘛 88分其实是有点牵强的 但是真正有关系的 打88也没问题 但正常的人也就能打个85 就这样的一个大观则石 就是裸币卖了2100多块钱 从华沙拍卖拍的 拍出去的 那人家到手的话 应该是要到2400块钱左右 那么也就说明这个大观则石啊 在过年前的这段时间的价格 其实是回升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从11月份开始啊 就是在市面上 就是出现在拍卖里面的大观则石的数量 明显减少了 就是大家都有一种吸收的心态 就像我到我朋友那里去 他跟我关系很好 他可以保本给我 但是他的大观则石 他最低要2300 2400才能卖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的本钱都已经是稍微亏一点给你了 他愣赔赔100 200 但是一个人不可能说我2500买的 我2300可能会卖 2400也可能会卖 我也有很多品种是这样去卖的 但是呢 我卖到真的说让我卖2000 我就不大愿意卖了 我就放着吧 对吧 也有一种感伤 还有一种亏的话 你不愿意亏那么多 这也很正常 也是可以理解的 也就是说 大家买的大观则石的普遍的价格 相对还是在2000的这个区间以上的 2000区间以下的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看到大观则石 基本上价格在2000或者2000左右的 其实都是可以买的 我个人觉得就是85分的 这个还是可以买的 因为公伯的85分呢 再瞎搞 也基本上可以做到85分字口 没有念连 这是肯定会做到的 但最近的话 公伯的盒子是严评的 其实大家可以关注 就是11149 11150 这些1115开始的 1114的 最后尾数是49的 这些编号的公伯盒子币 他们的质量 相对而言还是比较高的 就是我对大观则石 这个品种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也不知道我讲的对还是不对 但是里面 现在的话 主要还是大字版 就是价格比较高一点 相对而言 霞通还有那个就是 就是说降通 这两个版也是比较好 大字降宝 我到现在只见过一个高手买过 当时他90分的大字降宝 就买了9800块钱 这个我感觉肯定是比较漏的 但是我没有见过他给我发食物 这是一个杭州的老板 他跟我说的 当时问我要不要也顺便搞几个 当时给我发过图 我可能没有去把它保存下来 反正是公伯就是问的吧 但是他那个买的呢 都是通州的盒子币 就是那一批 就是你们认为影响市场的那批币 就是有上色啊 有后上色啊 有夹刀啊 有那些是一堆手段的那批币 就是那批的货 他买了很多的 我知道了 他买了大概有六七个 然后我当时是让他买大字版 他应该是在六千八左右 还有就七千八左右 拿了90分的大字版 应该拿了有六七个吧 反正我自己就拿了一个92分的大字版 当时花了一万块钱 后来一万一万零八百块钱给我出掉了 因为年前的时候 就是说回资金嘛 人家开放我啥 基本上能加一点钱我就卖了 那时候卖了不好东西 那个大字版也在当时卖掉了 咸丰我基本上没卖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 就聊聊我对咸丰的一些开放